密宣DF刚刚上市两天的一套翻新房 售价150万,五房三位 它的对面就是学校 就是马路对面,就是学校 好,我们进去看一下 全面翻新过 这些都是新做的 Lanscaping前院的这些道路 包括整个外墙 黑色的墙砖 都是新做的 现代风格,翻新的材质用量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五房三位,室内2284尺 占地7600尺,数据也很好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现代化的墓门 然后一进来 它一楼二楼都是墓地板 进来的 左手边是一楼的一个房间 右手边是大客厅 其实因为它打通了 这里其实是living room 就是会客厅 会客厅的玻璃可以看到前面的草坪 往里走是厨房 往里走这边是餐厅 这边是厨房 应该是结构上可能也动了一些 把一些墙壁可能不是承动墙的把它打开 所以看上去很通透 这是餐厅 餐厅有小门可以通往厨房 厨房也是全面翻新 瀑布倒台 电池炉 这个柜子 用料还是可以的 慢弹回的这种柜子 金色拉手 这边是冰箱的位置 那这个空间也打开得比较大 像这个房子应该是没有这么宽的走道的 好 这是它的厨房 这边有它的家庭厅 家庭是有壁炉 壁炉也是用瓷砖把它包起来了 在家庭厅后面从这个通道走 是有一个房间和一个卫生间 我们先看一下院子 院子是后院侧院都很大 它是有一个很长的California room 这边下面可以放户外的休闲桌椅 然后争吵 后面没有直接的很明显的邻居 后面是有房子 但是看的不是很明显 隔壁邻居那个栅栏后面是有一个泳池 从楼上足够能看到 很漂亮 这边还有一个水井 侧院也很大 侧院很大 其实这个侧院呢 把那个门打开一点 应该是可以停房车进来的 好 这是一个水井 黑白配色 这个玻璃门应该是新弄的 黑色 从外墙看就是黑色的 黑色的扶手 好 我们往这边走 这边是有一个房间 这边是它的卫生间 注意它卫生间的升级 斜坡式的这个sink水龙头 里面的卫生间 瓷砖做的也不错 好 这边是一个房间 卫生间就在房间门口 一楼是有一个房间的 然后房间有两个门 从这个门出来就回到了 它的路户门 路门旁边是车库 车库里面设计了一个 看一下 车库里面设计了一个储藏空间 这是两车位车库 这边还有一个储藏空间 储物室也是很不错 好 上楼 楼上也是木地板 楼上有四个房间 两个卫生间 这里是主卧 然后主卧旁边一个次卧 两个次卧 三个次卧 中间一个卫生间 我们快速看一下 这个次卧是做的书房 它的移门 镜子式的移门也是新做的 楼上都是木地板 楼上的公共卫生间 跟楼下厨房一样的台面 金色的拉手 做的都还不错 然后这是第二个次卧 这个次卧就对着自己的后院了 它有两个次卧是对着后院的 这个次卧也对着后院 这个次卧可以看到邻居家泳池 邻居家泳池很漂亮 成高也能接受的 楼上的成高应该在八到九尺之间 这是主卧 主卧比较深 主卧是对着前院 然后还有一个 这边窗户可以看到邻居家泳池 主卧不是对着后院 屋里面后面是衣帽间 然后这边是主卧的套内的 这是衣帽间 旁边是主卧的卫生间 好 这是在Mission V 学校对面的一套翻新房 现在售价150万 剩下2284尺 占地很大 7600尺 五房三位 是刚刚翻新的 这个交易记录是7月份 卖家刚刚买下来 95万买下来 花了几十万装修 现在150万不到在卖 还有兴趣 好吗 今年开房 谢谢大家